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副防长 美国军方与硅谷联手是击败中国的关键 军方一直说需要更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但是他们就是不下订单 年仅23岁的百万富翁 布林克无人机公司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 请大家收看 美国副防长 美国军方与硅谷联手是击败中国的关键 VOA松人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 希克斯、Kathleen Hicks 本周在走访了加州帕洛阿图 Kairo L2的高科技公司后指出 美国军方只有和硅谷建立密切的关系 才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将其击败 彭博社在星期六12月1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作为五角大楼第二号人物的希克斯走访硅谷 意在探讨如何利用硅谷的创新思维 赢得正在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 不过希克斯所会晤的高科技厂商却告诉他 美国国防部如果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斩获 就必须改变其官僚做派 硅谷的许多高科技初创公司 本来对于美国国防部合作期望甚高 但是五角大楼光输不练 很少见到他们的订单 这让这些公司感到沮丧 军方一直说需要更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但是他们就是不下订单 年仅23岁的百万富翁 布林克无人机公司Bringt创办人布莱克 雷斯尼克、Blake Lesnick 在与其他业界高管会晤希克斯之后 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 这是在整个事件中最让我抓狂的一个问题 彭博社引述雷斯尼克的话说 我凭什么要花几千万、几亿美元建厂 然后什么都不生产呢 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 其实这个问题希克斯心知肚明 他和他的前任都曾试图给这个问题 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成功 问题之一就是五角大楼的花钱方式 希克斯本周三在走访了帕罗阿图几家初创公司后 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承认 国防部通常历史两年的拨款程序和周期 的确让初创公司面临挑战 因为这些公司运作的 筹资周期要短很多 希克斯和他在五角大楼的同事 正在推进一项 旨在让军方得以采购 大批量廉价无人机的复制器 Replicator计划 但是要让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上述初创公司面临的挑战必须化解 我们知道在美国 市场大约在十年前就离我们而去 他在与雷斯尼克以及其他厂商高管会晤结束后 谈及无人机行业时表示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奖励放在台面上 希克斯的硅谷之行 是美国国防部一项分数年实施 让科技创新服务美国军方努力的一部分 有官员表示 这是美国军方在与解放军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我们现在有机会充分利用 我们认为美国在创新上享有的比较优势 希克斯说 他认为美国军方与高科技公司的关系已经比五年前密切很多 但是军方的文化与硅谷初创公司的文化之间还是存在天壤之别 就像五角大楼内多数无窗户的走廊 而硅谷连会议室内到处都是落地窗一样 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 希克斯在另一家名为Skadio的无人机制造公司内 一颗感恩树旁的大屏幕上 观看对该公司国防合同的介绍 希克斯的军方助理们身着一丝不苟的军装端座 而做介绍的工程师却穿着T恤衫和十字拖坎坎而坎 希克斯指出 这种反差贯穿于军方采购的全过程 强调双方文化和结构差异 科技公司还认为军方的采购人员过于惧怕风险 传统的国防承包商中大量雇用了以前在五角大楼服务的军方高层官员 所以与军方的沟通相当顺畅 而创意十足的硅谷科技业者与军方人士互动 反而会觉得对方夸夸其谈 希克斯在加州参观时 通过屏幕观摩了一辆无人驾驶军用卡车 在大雪覆盖的爱达河州土路上前行的实况演示 他还观看了一家商业卫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为他展示利用人工智能 在沙漠中寻找中国核武阵地的情景 他甚至参观了一架F-16战机模拟器 该模拟器利用商业技术建造 成本只有军用设备的1% 我们看到一些难以置信的创新 希克斯在参观了帕洛阿图的初创公司后说 但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 如果我们无法将这些创新送到将士的手中 这将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 啊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 希克斯 你的讲话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事件 你说 美国军方只有和硅谷建立密切的关系 才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将其击败 我想说 这个想法真是太有创新性了 简直就像是一个新的科幻小说的剧本 但是 我觉得你可能忽略了一些关键的问题 首先 你说硅谷的创新思维 可以帮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我想问 你的这个想法是基于什么呢 是因为硅谷有很多的高科技公司 所以你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美国赢得竞争吗 那么 我想告诉你 中国也有很多的高科技公司 他们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所以 你的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 其次 你说美国国防部需要改变其官僚作风 才能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合作 我想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 美国国防部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机构 它的运作方式和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是完全不同的 你想要改变这种情况 可能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再者 你说军方需要下订单 才能让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动力与其合作 我想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压力增大呢 而且 这可能也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最后 你说美国军方与硅谷的关系 已经比五年前密切很多 我想问 这是基于什么呢 是因为你们已经开始了一些合作项目 还是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共同的目标和理念 如果是前者 那么我想说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你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是后者 那么我想说 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你们还需要面对现实 总的来说 我觉得你的讲话虽然富有创新性 但是可能过于乐观和理想化 你需要更加现实地看待问题 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条有趣的新闻 美国副防长凯瑟琳·希克斯表示 美国军方与硅谷的紧密合作 是打败中国的关键 他认为 硅谷的创新思维 可以帮助美国在战略竞争中取胜 但是 我觉得希克斯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 首先 硅谷的创新思维固然重要 但是中国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 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所以 仅仅依靠硅谷 可能并不足以击败中国 其次 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的合作 需要克服官僚作风的挑战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为两者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改变官僚作风 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再者 军方下订单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虽然下订单可以激励硅谷的高科技公司 与军方合作 但是这可能会增加国防预算的压力 并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最后 希克斯表示 美国军方与硅谷的关系 已经比五年前密切很多 但是 这是基于什么呢? 如果仅仅是一些合作项目 那么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如果是共同的目标和理念 那么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总的来说 希克斯的讲话虽然有创新性 但是可能过于乐观和理想化 他需要更加现实地看待问题 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希克斯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